陳吉仲之後下一個是誰 王美花 為什麼特別要點名 那個謝金河要特別提醒王美花要注意 因為其實你可以看到 這整個所謂的造謠抹黑產業鏈 裡面其實是針對性的 針對幾個議題 第一個議題叫做疫苗 疫苗就是陳時中 所以陳時中上次 也是因為去年選舉 他們造謠抹黑 說什麼什麼 什麼機密30年來 這些東西讓陳時中的 在台北市場落選 第二個叫雞蛋 雞蛋其實就是淋白好油 淋白好油最後證實 就是整個產業鏈裡面 除了淋白好油 帶出來還包含國民黨的黨 那個黨工跟所謂的 民進黨的黨政 民進黨黨政 現在大家都有 現在搶得很熱門 大家暢銷 大家都有這個民進黨黨政 所以這個整個產業鏈裡面 造謠抹黑產業鏈 館長當然居於所謂的網紅 最高聲量 所以他上完館長的節目 我昨天就已經在TikTok看到了 包含很多Nine群組看到了 都說我們的口罩 是由所謂的要收回扣的 大家就開始進行的 所謂的抹黑跟造謠 不實的訊息就出去了 那你今天道歉又有何用 因為訊息都出去了 館長流量那麼高 對不對 那你訊息出去 他們重點不在於說 是不是事實 重點要重商往美花 如果是事實 我直接講缺口罩的時候 那時候為什麼不喊 那時候缺的時候 那時候是大家沒有口罩 蘇貞昌一身令下 把所有的廠商聚集起來 每天生產 不只台灣夠用之後 還可以行銷到全世界 讓全世界都可以用到 Made in Taiwan的口罩 那個是一個整個國家的光榮 結果你以為大家的記憶 遺忘了之後 你到今年開始用這個口罩 這個議題開始在攻擊網美化 我們都知道當時口罩國家隊 三大工會 工具機工會 機械工會 不支部工會 他們真的是 我記得是農曆過年期間 沈榮金一通電話 禁止出口 對 然後隔天二話不說 工廠就開工 貴你 然後呢 他們就強烈譴責 李鴻元 詆毀口罩國家隊 努力 要求他道歉 李鴻元第一時間表示 沒有回應 到昨天 他發臉書 說這是聽一位 企業家好朋友說的 李鴻元 誰說的 這個人有名有姓吧 會不會這個人 就剛好又叫李鴻元 你跟我講同名同姓 好啦 你敢講 我就敢聽 他說呢 我確實沒有仔細查核 用這種方式傳達訊息 有為自己多年科學研究精神 對造成困擾的相關人員 本人深感抱歉 到這裡 這裡先讓我吐一下 你都已經毫無根據的 抹黑造謠攻擊一群 為了疫情努力付出的人 還要誇獎自己 我是長期研究科學的人 你看他那句話 他那句話還要誇獎自己一下 怎麼有那麼噁心的人 就是說你知道那時候 口罩口罩隊是限制不支部 外面的行情多好 不准出口 這些工廠都年假停休 去組裝新的口罩機 台灣那時候 一天做出來口罩 根本不足我們使用的5% 然後慢慢拉起來 到3月4月做出來 你現在造謠人家說要繳 巨額回扣才能參加口罩國家隊 那個機械工廠 當然吐血嘛 那我只是剛才講 你把那句話再唸一遍 好噁心喔 他沒有證據 聽人家講的 隨便污蔑人家 道歉的時候還要講說 我冒筆潘安 我專注科學研究 所以不小心講錯你了 電影後面還有更噁心的 吐出來 他說他講 他說我盡快把事情弄清楚 如果真如那位氣味家朋友所言 一定把資料交給有師 秉公辦理 接下來 也期許國人所關切的 疫苗快篩 綠能蛋等採購案 也能早日真相大白 還給那些努力工作的公務員 一個良好的工作環境 如果有不法之徒 務必把他繩之以法 你沒有道歉你就算了 還又把這些再抹黑一次 請問他講的疫苗快篩綠能蛋 現在起訴誰了 有起訴任何一個人嗎 有 綠能收壓 信君是中國國民黨的 余明憲議長 實議長 好幾個了 他口中那個企業家 有可能就是館長 館長也算企業家 賣便當 你破案 你破案 因為去上館長的節目 你沒好人 要充聲量 館長的節目隨便可以上 你讓我的流量下降 館長下次就不請你來了 所以他為了充這個流量 那不只為了充這個流量 我要特別講到 剛才有講到 謝金河要求道歉 謝金河在兩個禮拜前就說 成績中之後 下一個是誰 王美花 為什麼特別要點名 謝金河要特別提醒 王美花要注意 因為其實你可以看到 這整個所謂的造謠抹黑產業鏈 裡面其實是針對性的 針對幾個議題 第一個議題叫做疫苗 疫苗就是陳時中 所以陳時中上次 也是因為去年選舉 他們造謠抹黑 說什麼什麼 機密三十年來 有的沒的 這些東西 讓陳時中的 在台北市場落選 第二個叫雞蛋 雞蛋其實就是 喝杯好油 喝杯好油 最後證實就是 整個產業鏈裡面 除了林北好油 帶出來還包含 國民黨的黨 那個黨工 跟所謂的民進黨的黨政 民進黨的黨政 現在大家都有 現在搶得很熱門 大家暢銷 大家都有這個民進黨黨政 所以這個整個產業鏈裡面 造謠抹黑產業鏈 館長當然居於所謂的網紅最高聲量 所以他上完館長的節目 我昨天就已經在TikTok看到了 包含很多Nine群組看到了 都說我們的口罩 是由所謂的要收回扣的 大家就開始進行著 所謂的抹黑跟造謠不實的訊息 就出去了 那你今天道歉又有何用 因為訊息都出去了 館長流量那麼高 對不對 那你訊息出去 他們重點不在於說 是不是事實 重點要重商往美花 如果是事實 我直接講缺口罩的時候 那時候為什麼不喊 那時候缺的時候 那時候是大家沒有口罩 蘇貞昌一聲令下 把所有的廠商聚集起來 每天生產 不只台灣購用之後 還可以行銷到全世界 讓全世界都可以用到 Made in Taiwan的口罩 那個是一個整個國家的光榮 結果你以為大家的記憶遺忘了之後 你到今年開始用這個口罩 這個議題開始在攻擊王美花 所以黃帝穎律師 他整理了 歸納了李鴻元案 跟林北好油案 犯案手法雷同 他說三點 第一 都有一個假訊息源頭 第二 都在毫無證據下 大肆散佈 第三 都造成對立 紛亂跟抹黑政府的效果 所以今天王美花部長 他講說 既然這個致歉了 還我們公道最重要 我覺得不足 應該要提告 因為李鴻元這個事情 絕對不是你晚上弄一個臉書 這樣就算了 不能這樣算了 我問你要不是這次壓力來到那麼大 而且這麼多的公會 對不對 大家跳出來 我跟你說 這口罩國家隊 每一家都可以在自己的 副籍所在地 直接控告他 行事跟民事 我看你李鴻元要怎麼樣 所以因為這樣子 所以他被迫在那麼大的輿論壓力下 才道歉 等到他道歉 我們赫然發現 他的消息來源竟然是說 我聽一個企業界的朋友講 那我也可以說 我聽一個企業界的朋友講 那個王定宇中了大勒托頭講 就是這樣 我也可以隨便說 我也可以隨便說 我要是明天出事情 我真的找你算講 我也可以隨便講 我絕對不原諒你 外山青菜勾勾 怎麼可以 我不是王美花 我是王定宇 你的朋友 你的朋友 青菜跟你勾勾 不可以這樣搞 你要 你有沒有去查證 你青菜聽了你的朋友說了 你有沒有去查證 你連查證都沒有去查證 還有 你沒有發現嗎 我們絕對不容許政壇好油存在 為什麼 之前針對衛福部 從口罩快塞 疫苗多這樣 後來針對農業部 然後把陳吉仲弄到下台 現在就針對經濟部 如果我們任由政界的這些好油 一二再三三都這樣搞 然後弄了一個不痛不癢的 大街上罵人 小巷子道歉 我告訴你 他在館長的相關的直播上這樣講 有多少管粉他們會認為說 他講的是真的 然後就要灑出去 就跟我們剛剛討論的不是一樣嗎 馬文君說的嗎 GEL公司在倫敦賣煙草飲料 怎麼可以來直播 弄了一個死灰戶來 然後來賣台灣潛艇 意思是一樣的嗎 你怎麼可以讓這樣的一個謠言繼續 而且他以前當部長的時候怎麼說 袁山子分紅道沒有用 有用的話 二十年前國民黨都做了 後來證實有用 然後他在內政部長的時候 竟然還要在林邊到處講說 蓋高腳屋 他的政策一事再必行 成為世界大笑話 所以他你胡說八道很多次了 你這次直接無中生有 然後來指控這些 我跟你說 小年月一綱 我記得很清楚 小年月一綱 然後陳其邁跟沈隆金衝到歐洲各國 最後包括我們口罩 那個掛嘴有沒有 那個掛嘴 那個鬆緊帶 那個鬆緊帶 後來我才知道說 原來是去義大利買那個超音波的 後來歐洲各國還說 希望台灣能不能賣回去給他們 就是因為這樣子趕快衝出去搶 然後再加上國家口罩隊大家的幫忙 我們才能夠撐過這三年的 結果今天竟然有人來說 你們是拿commission 拿一程 然後事情我不會先出來說 不好意思啦 我聽人說 這種人以後李弘元所講的任何話 請大家千萬都不要